嗨 小小跟大家更新一下啦 今天是開學的第二週吧 今天你不要惹 然後我剛當完實驗課的助教 我覺得表現還可啦 上課 我給自己可能65分吧 就覺得有些可以回答的問題沒有回答出來 那就是我講話還是不是很順 有時候會卡卡的 然後有些單字就發音就發不清楚 就還需要多練習 然後我現在住家就是一個禮拜兩天 禮拜二跟禮拜三 然後都是晚上的五點到七點五十 大概三個小時 所以我都要先吃飯 然後就自己帶便當到戲館冰啊 可能因為這邊真的是吃東西很不方便 大概都是自己準備三餐 然後呢這禮拜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現在還沒拿到SSN 就還在等 就是因為我現在算是被學校HIRE 所以我就是我是TA跟RA 所以他們應該是每週 每兩週會執行給我 大概就每兩週可能800 所以一個月大概就是1600到2000塊左右 美金然後我就還在等 我應該可以去申請這個社會安全碼 那上禮拜跟我說要給我 還沒給 然後說這禮拜二 今天禮拜二也過了但是還沒給 就沒辦法 美國人就是這樣 我就要一直去西班一直催一直催 但是還好那個承辦人有點 所以我們西藏那個一個帥哥 長得又高又帥 人也蠻好的 所以每次去跟他催的時候他都很有耐心 就是他們真的很多事情要處理 沒辦法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我的車子 因為去年底買了一台Toyota Corolla 然後我現在就在等車牌 車牌他說45天之內會寄過來給我 那就是到時候再來申請停車未來 應該說我現在已經嘗試在申請 可是就停車場很難排 就所有人都要停學校的停車場 而且現在又疫情 當下大家都買車 所以學校車真的超多的 就慢慢等 然後 還有一個問題是 我的獎學金 因為我今年算是 這個學期開始 就因為我還有當助教 所以當助教跟研究助理 所以我算是有拿兩倍的全額獎學金 就兩份 所以就是 我一開始先用獎證的獎學金 就把我的學費付掉 然後學校之後會再refund給我 所以就是學校會cover我的全額的學費 然後獎證的這筆獎學金應該可以退回到我的賬戶 但現在就是還在等 因為就沒有那個SSN 然後我現在還沒有實際收到他refund的錢 然後有可能大家問的是他給我扣了一個withholding tax 就是外國人要繳 他說外國人從這個scholarship要繳14%的稅 我想說哇怎麼那麼多 因為其實去年看才200多塊吧 結果這學期變成2000 我想說也扣太多了吧 不然這些應該要退到我的賬戶了 就變成我的生活費會被扣掉 所以我可能還是要去問一下能不能夠refund 然後還有現在那個Amazon Intern 就準備要開始找房子 然後一個問題是他的Intern的這個時間總共12週 然後其實最後一週會卡到我的開學週 然後現在就很怕那個CPT就是會被擋下來 會怕就是過程會沒過之類的 所以也是要再寄信去跟HR問一下 反正就很多事情每天都寄信來寄信去 就慢慢習慣 然後希望這學期可以好好過 好處是這學期的課箱對來說比較輕鬆而且實用 然後像我上禮拜又報了我們的春季的那個IA Meeting 就有點像是戲上的真彩博覽會 然後我就是要再去投一個Poster 但是我現在實驗了Data 什麼都還沒有 所以就要花點時間 可能要花大概這個禮拜或是這個月 都要再閉關一下 趕快在2月中之前把Data生出來 把海報做出來 然後再多去找機會Present 好那先這樣 有空再跟大家更新 掰掰